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陈佩琪专访回应ATM理财数 六百多万为何分六十次存入 六年之内用ATM转账六十次 到底算不太平凡 柯文哲的气质陈佩琪 她说单纯是认为到零贵转账 过于麻烦 但是却被律营的议员之一 为何不干脆用手机的网银来转 比如这个对我来讲 比去银行让我自在多了 因为有些银行当然就是对我很理议 她说你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抽号码牌 我请你到贵宾室里面去坐 我帮你办理就好 那其实我不喜欢让人家讲 我是一个特权 陈佩琪所指出的金流 不管是选举补助款 或者是这些薪资的来源 都是直接入账的 没有道理不用网银 而直接去把它领出来 现金再存进去 这真的非常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北市议员持续批陈佩琪说谎 因为周刊点出 2020年3月10日 柯文哲跟应小微便当会 当天签下速审速决 正好同一天 陈佩琪密集的 以ATM存现金 之后2023年9月30日 柯文哲到桃珠影园 跟审庆金欢畅 从当年10月到今年5月 陈佩琪在40多次到ATM 存进三个子女账户 共462万6千元现金 应该要算那个interval 但是我一直看他这个新闻 他并没有想解释我说 他就把其中的两次 拿来跟金华城的什么便当会 跟通过连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访问大家就说 那剩下的八次呢 周刊对于时间点是非常清楚的 陈佩琪他却用一个长时间的方法 来模糊就是相关储存的时间 陈佩琪将600多万分60次ATM存入 是否合乎常理 有待检方厘清 TVBS新闻洪富华范雨萱 叶芳伟陈永文台北报道 阿北回来了 2018年柯文哲成功连任台北市长 赢得58万多张选票 也为他赢得千万选举补助款 按陈佩琪说法 为连任台北市长 柯文哲抵押房屋贷款 两千万 选举花费一千五百一十三万 而选举补助款 约一千七百四十二万 因此结余两百二十八万 但当时发言人柯玉安 却说钱不是这样算 那两千万的贷款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花光了 还亏六十万怎么办 那还好 当年柯文哲自己都说过 连任市长还亏了六十万 如今怎会变倒赚 柯玉安强调当年一千七百四十二万 的选举补助款 加上退回两百万保证金 因此应该还有五十八万缺口 怎会跑出两百多万结余 是不能把那所谓的政治现金 跟所谓的这个选举补助款 跟那个所谓他的房屋贷款 把它当成是一个大水库 三百万的金流的落差 这样子 这个就有点糗 柯玉安指引陈佩琪 是否将政治现金纳入私人口袋 因此才会有近三百万落差 但二零二次大选选举补助款 同样有争议 都是从柯文哲主席自己的 那个私有的那个账户里面 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秀出四千三百万买房证据 分别由合库 一银富邦汇出 但过往柯文哲财产申报 都只有合库 要么就选前隐匿 要么就是选后开始大理财 陈佩琪为夫亲上火线 但选举补助馆的钱 怎么用哪里来 似乎又为柯文哲多天一笔争议 TVB的新闻众报道 这些贵金属是不是有超过二十万 这个都有隐匿的嫌疑 我觉得这个监察院 应该要立即启动调查 公开喊话监察院 这里一次有违法案件 名长议员简苏培 指的就是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在保管箱里面放的一百万元 我不否认就是说 自从先生当了市长之后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 很不稳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现金 出事的话 我都会跟小孩子讲说 你们有五十万五十万 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 而且除了这一百万元 保管箱里还放了什么 陈佩琪也直言不讳 放的都是 就是爸爸妈妈在我结婚的时候 给我的一些金饰的嫁装 还有婆婆送的一些预期 其实那个保险箱 是一个蛮古早的保险箱 虽然保管箱是核式开车的 暂且不得而知 但确定的是 在两个保管箱里面 共放一百万元 还有金饰预配等嫁装 最早可追溯到柯文哲 陈佩琪结婚的一九九一年 只是无论是柯文哲 担任市长最后一年的 二零二二亦或是 今年总统大选之前 这些财产都没有出现在 监察院申报项目里面 照理来说 若是公职人员 每年都必须将所有财产 报给监察院才对 虽然存放现金 一旦不实施需 属人之常情 但既然身为公职人员 规定就是规定 柯文哲穿着黄色的被告 拘服走下球车 恶毒被北剑提讯 柯文哲面带笑容 从容转头跟法警说话 对比先前疲倦模样 又明显落差 而他的委任律师 正声员陆正义先后赶来 监察官密集约谈相关人 加快速度调查 金华城案是否又有新进度 从前副市长林清荣 到前台北市秘书长李德权 再来是被约谈两次的 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要比对柯文哲 与三个人的证词 有没有落差 金华城案美检呢 是再度提讯了柯文哲 也传出有可能会二度传唤陈佩琪 因为他被搜出了两个保险商 分别装着50万元的现金 不排除可能会再找他来说明 除了柯文哲 原本被列为证人的陈佩琪 遭检调人员和连证署 查扣到有存放陷阱的保管箱 虽然陈佩琪解释 保管箱内放的是之前的物品 还有各50万余的陷阱 也让外界持续关注 这些资金的来源 假设陈佩琪没办法证明 其手上金流来源为何 然后如果刚好检方这边 又握相关的证讯资料 可以证明陈佩琪的金流 跟其他场上这些 具有对价关系存在 不排除检方未来 金华城案有对价关系 才有可能会转列贪污被告 不过整个金华城案 接连被爆出细节 USB记录1500审清机 陈佩琪存ADM的次数 案子还没有侦查中结 就被怀疑是否有人 接连泄密带风向 检方不受舆论影响 在提讯柯文哲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查 TVH新闻总部导 我不知道以前我跟他讲 家里的钱我都跟他讲 他根本就摇摇手 陈佩琪首度回应 外传紧连搜出 柯文哲的USB 写着1500神秘数字 他不认为柯文哲会记账 过去我对他的了解是 不太会 因为他对家里的 我跟他讲一些 他都觉得我好啰嗦 柯文哲不管加装了钱 但是跟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金关系好到 去逃出影员唱歌未老 因为我跟所谓的 金华城那边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流 其实他跟我来讲 就是遥不可及的人 陈佩琪称不认识沈庆金 但是现在因为金华城案 被搜索约谈 他仔细还原当时情况 澄清没有拖延时间 我没有办法解释全部的流程 因为搜索是他打给主席的 那他是说他没有接到电话 那个叫做什么 转接影运信箱 请稍后再播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后来简纶打给我的时候 我打给他也是也是这一种 然后他就叫我要回去开门 陈佩琪说当天从旅馆赶回家开门 他不记得抵达时间 只知道回家时看到柯文哲 在洗澡上大号 那是我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情况 那是我不晓得说 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多久 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 是这样而已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这个我不知道 之后被约谈 深夜离开时 或到看守所看望柯文哲 都有黄珊珊陪着 令外界质疑 是否有串供嫌疑 想陪伴我 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谈过法律 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律师 他也不是先生的律师 从USB1500到人际关系 陈佩琪一次说分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